天启皇帝朱游孝在位只有七年时间,但在明朝的历史上却留下了好几个岁。 那么,朱游孝他这个皇帝到底是怎么做的? 许许多多的军国大事,他是依靠谁来处理的呢?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延初年,为您再见,明王清新六十年之,魏忠贤中学路。 天启皇帝 有短短的七年,但天启皇帝却在大明王朝的历史上留下了好几个罪。 那么,天启皇帝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天启朝的朝政究竟有什么特点? 天启皇帝为什么会把一个与自己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女人封为奉胜夫人? 而他所重要的,既不是皇室至亲,也不是朝中大臣,却是一名幻幻,这又是为什么?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延初年,为您在线,明王清新六十年之,魏忠贤专选。 辽东战场的胜败,同朝廷有直接关系。 那么在宁静大节这个时候,朝廷有什么特点? 最重要特点有四个字,严党专权。 严党就是以太阶为忠贤为首的一个政治集团。 他们依靠天启皇帝,结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政治集团。 燕党为一方,克室为一方,奸宁朝臣是一方,结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燕党集团。 既影响到朝政,又影响到辽东。 这个问题,需要先从燕党的总后台,天启皇帝说起。 天启皇帝,名字叫朱游孝,是明朝第十五位皇帝。 他的祖父是朱乙军,也就是二十几年故里朝政的万历皇帝。 他的父亲是朱长洛,也就是登吉刚一个月吞了红丸而死去的泰昌皇帝。 由于泰昌皇帝死得突然,朱游孝便于仓促之间起飞。 朱游孝所用年号是天启,死后妙号是西宗。 所以,人们习惯上称他为天启皇帝或明西宗。 天启皇帝啊,我归纳了一下,有六个特点。 我把他概括我六岁。 第一,年寿最短。 他十六岁登吉,在位七年,二十三岁就死了。 二十三是虚岁,周岁才二十二岁。 在明朝十六个皇帝当中,他是年寿最短的一位。 第二,文化最低。 我讲过,万历皇帝就不好好学习。 太昌皇帝也不好好学习。 这个天启皇帝小时候也不好好学习。 没有受过完整的系统的儒家教育。 明朝这个时候去了皇子和清朝不一样。 过去我讲过,清朝的皇子,特别是康熙的皇子,经过严格的系统的完整的儒家教育。 清明朝皇帝不是这样子,特别天启皇帝不是这样子。 可以说,天启皇帝几乎是个温盲。 也没有受过帝王之术的教育。 第三,玩心最贪。 这天启皇帝是特别贪玩。 贪玩到了无疑附加的程度。 玩木匠,玩瓦匠,玩游戏,玩盖小房子,玩骑马,玩划船。 这是他一个特点。 特别喜欢做木匠,可以说天启皇帝的特点呢,是个木匠。 第四,魏焉最信。 魏焉就是大太监魏忠贤,最得到天启皇帝的宠信。 后面再讲。 第五,客室最宠。 这个客室最受到天启皇帝的宠爱。 后面还要讲。 第六,后妃最惨。 天启皇帝由一后多妃,他不能保护自己的后妃。 这些后妃在后宫里头惨造折磨,生活悲惨。 你说一个皇帝,连自己的后妃都不能保护,还能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吗? 天启皇帝这六个罪,在明朝皇帝来说,是他的特点。 那么他整天做什么呢? 就是玩。 吃喝玩乐,做木匠活,游西园,就是进中南海。 玩到什么程度呢? 费勤忘食,痴心痴迷。 我讲一个小故事。 天启五年的端午节这天,天启皇帝呢,就到了西园,坐到龙舟,坐那划船。 他亲自划船,几个太监陪着。 突然刮了一阵风,这只龙船呢,就放了。 天启皇帝和几个太监,就落到水里头了。 两个太监,淹死了。 天启皇帝呢,就在水里头扑腾。 呛了几口水,又惊又下,但是被救出来了。 有一首明公词,大义这么说。 说,须银一片欢声动。 捧着真龙,出水。 真龙天子,落到水里头了。 须一片欢声动。 大家很高兴啊,把皇帝救上没淹死啊。 捧着真龙,出水来。 这个公词,就描绘了当时天启皇帝落水的那个狼狈的情况。 有的学者说,说天启皇帝一字不识,不知国事。 可以说,其文化程度之低下,其治国方略之粗疏,在明朝十六个皇帝当中,是紧见的。 在中国历代皇帝的皇帝当中,是罕见的。 大明王朝的皇帝经持这种秘义,这真是让人哭笑破嘴。 因为作为皇帝,每天都会有许多军国大事需要处理。 天启皇帝整天这样不务正业,只图自己快活,不顾江山设计。 那么,要保证大明王朝的统治得以延续下去,天启皇帝将依靠些什么人来管理朝政? 他主要,特别是后期,依靠燕党集团。 这个燕党集团,主要有三股政治势力组成。 第一股是克氏集团,第二股是魏燕集团,第三股是奸臣集团。 靠这三股政治势力来维持天启朝的所谓的大明皇朝的局面。 下面,我分别讲一下这三股势力。 敌骨,儒宝克氏。 什么叫儒宝克氏啊? 儒就是魏奶那个儒,就是天启皇帝的那个奶妈子,儒,宝,保母,就是天启皇帝的奶妈子,保母,姓克,叫克氏。 儒宝克氏啊,是北直里定性人,今河北定性。 她呢,是个农村的妇女,出嫁了,丈夫姓侯,叫侯二。 俩人还生了一个孩子。 克氏他有一个特点,长得身材苗条,聪明伶俐,能说会道。 据说还略懂一点文字。 他的丈夫侯二,是一个老实的农民。 这个克氏生了儿子的这年,十八岁。 恰好这一年,明光宗太昌的这个儿子,朱油孝,降生了。 万历皇帝这个小荒孙,降生了,需要一个奶妈子。 这个克氏呢,被选中了,就作为皇家的儒宝,就奶妈,保母。 就到了北京,就在奶兹府,进北京,东城,还有个地名,叫奶兹府。 经过了一段时间培训,就到了皇宫,做天启皇帝朱油孝的奶母。 克氏对朱油孝很好,喂他奶,伺候他,照顾他,陪他玩。 陪了十六年,两个人感情很深。 特别他小时候,晚上带他睡觉,给他讲故事,哄他玩儿,两人感情很深。 这个克氏啊,做了奶母不久,这猴儿就死了。 克氏就变成寡妇了。 但是克氏在皇宫里头啊,这个人就淫乱,和别的太阶,慈痛。 到朱油孝十六岁这年,他就继承皇位了。 我们就称他天启皇帝,他年号天启。 这个时候,他做了皇帝了,按说,这个克氏就应该出宫了。 天启皇帝不同意,说还需要照顾他。 他继承皇帝位以后了十四殿,就封克氏,封他做奉圣夫人。 礼部的官员说啊,说插污先吕,在他之前没有一个保姆,封成奉圣夫人的。 天启皇帝说不,我就要创造一个先吕,就这么封了。 离部也没办法,就封他,就封克氏为奉圣夫人。 把克氏的儿子呢,也封了官。 不得了啊,克氏为奶奶这个小孩当了皇帝了, 他自己又当了奉圣夫人了,就开始飞扬霸乎。 他飞扬霸乎,主要是在后宫。 大家知道啊,后宫的这个后妃,他主要争夺两件事情。 第一,争宠,争取皇帝的宠爱。 第二,争子,争取生个儿子。 这个儿子将来继承皇位,他就是皇太后。 就是没有继承皇位,将来初番,也还变成一个王爷了,他就变成王爷的妈了。 所以后宫复杂的斗争,简单来说,一,争宠,二,争子。 客氏在后宫,就是围绕着后妃,争宠,争子,来进行复杂的,阴谋诡计的斗争。 我举一个仙朝的故事,大家提个一下。 明朝的后宫是黑暗混乱,卑鄙,乌龙。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明宪宗,一个爱妃,叫万贵妃,比明宪宗大使九天。 别的后妃,只要一怀孕,她得到消息给打胎。 有一个宫人叫姓季,叫季氏,就怀孕了。 万贵妃就指示宫女给季氏打胎。 这宫女就没有打,回来报告了, 说那是一个怪胎。 那万贵妃就算了吧。 就把这个季氏打入冷宫,叫安乐堂,在西远。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季氏就生了一个小孩,生了一个男孩子。 万贵妃听说之后呢,就派这个手下的太监叫张敏, 去把这个小孩给溺死。 这不仅让人毛骨悚然, 同时也让人被这个无辜的孩子捏了一把。 万贵妃这样的女人真是丧心这个女人。 可悲可叹的是, 明宪宗宠爱的竟然是这样的女人。 那么,皇帝的话是圣旨, 被皇帝宠爱着的女人的话, 当然也就具有了极高的权威。 那么,太监张敏是否会不折不扣地按照万贵妃的命运去做? 从而,把济世所生的这个小皇子给溺死呢? 张敏到了济世的一看这小孩很可爱, 怎么能把他溺死呢? 就偷着用些米粉啊、蜂蜜啊就喂啊这个孩子。 孩子长到六岁了。 六岁了,从来没踢过发, 头发脱了地。 有一天呢, 明宪宗梳头, 让张敏给梳头, 对着镜子一照, 哎呀, 说我老爷, 但无子, 说我老了, 他还没有儿子啊。 这书头的太监张敏赶紧就跪下了, 说圣上有喜, 您有儿子了。 明宪宗愣了, 我没有儿子啊, 怎么会有儿子了? 说您有儿子了。 在哪儿? 张敏说, 说病报, 说你要保护这孩子, 不能使这孩子受伤, 说可以, 说这孩子现在在西园, 是济世生的。 县宗一听之后, 我就很高兴啊。 就马上被叫, 就到了西园。 明县宗就一楼, 把这孩子抱到怀里, 仔细一看了, 累我, 很吓我。 这个时候, 万贵妃得到消息了, 又生气又痛骂, 这帮小子骗了我。 这个时候, 万贵妃就生气了, 就派人下毒药, 把济世给堵死了。 济世堵死之后, 这个孩子谁抚养, 就由太后抚养这个小皇子。 有一天, 这个万贵妃就说, 她要请小皇子吃饭。 太后就嘱咐小皇子, 说叫你去之后, 让你吃饭, 你千万不能吃, 饭里头有毒。 万贵妃就把这小皇子, 叫到他的宫里去了。 端着点心, 说有点心你吃。 这小皇子说, 说我吃饱了, 不吃。 又端着羹, 说你喝着羹。 这小皇子说, 怕有毒, 我不吃。 这万贵妃非常生气。 六岁个孩子, 你就这么多的心眼。 相当你长大了, 做了皇帝, 还有我的好果子吃吗? 又气又急, 就得了病。 后来万贵妃就死了。 这个小皇子后来继承皇位, 就是明朝的明孝子。 我这个故事是说明明朝皇宫 后院的悲惨的生活。 刚才说的是万贵妃那个时代, 现在就到了天启这个时代了, 后宫的情况怎么样呢? 天启朝后宫就是这个客室, 在那乌室生妃, 残害后妃。 明史魏忠贤传有一段记载, 他这儿说, 客室居宫中, 邪赤皇后, 残虐飞聘。 客室为内主, 圈胸山虐, 仪式独扑海内。 这客室和魏忠贤结合, 皇后都被挟持, 其他的妃子就不在话下。 客室在宫里的这个地位啊, 非常显赫。 显赫到什么程度? 他一出动的时候, 周围的太监围着他, 喊老祖太太千岁。 大家知道吗? 皇太后也享受不了这种。 可以说, 天启朝后宫对客室的这种追捧, 老祖太太千岁, 达到了无疑附加的程度。 客室之所以能够如此娇张, 这跟天启皇帝对他的尊敬和包庇, 有着极为紧密的影响。 但光靠天启皇帝, 客室的活动空间还非常有限, 他还不能够回所欲, 因为他的语义还没有关门。 为了扩大他的影响和势力, 客室勾结了魏忠贤。 那么魏忠贤又是怎样一个人? 他在天启朝的权力构组, 处于什么样的定位? 一二五势力, 魏焉忠贤。 魏忠贤, 北直离宿宁人, 金河北宿宁。 他早已经结婚了, 还生了个孩子, 这个魏忠贤呢, 他的继父姓李, 原名叫李尽忠, 是一个流氓无赖, 地痞混混混, 不正夜, 喝酒打架, 赌博闹事, 无恶不作。 特别是好赌钱, 一致, 十金百金, 没有钱呢, 赌输了, 欠了债, 别人说打他, 你还债啊, 他也没钱还, 实在没有法在当地混下去了, 这么一个北京话叫做青皮混不下去了, 21岁那年, 自公自己严格到北京做了太监, 大家注意啊, 魏忠贤做太监的时候已经21岁了, 结了婚, 还有了孩子, 社会经验, 其他生活经验非常之丰富, 到了皇宫做太监做什么呢, 就在朱游孝, 他妈妈那个宫里头管这个传扇, 管吃饭的这么个台阶, 很重要, 这个有机会, 他就认识了克氏, 因为克氏是天启的保姆, 那个时候两人就有所构结, 但天启皇帝继承皇位之后, 天启皇帝第一就重用着克氏, 第二就重用着魏忠贤, 因为他小时候啊, 魏忠贤给他妈妈做饭, 管他妈妈的膳食啊, 所以那个时候魏忠贤对天启皇帝啊, 就陪他玩, 带他骑马, 逗了他高兴, 两个人关系就极为密切, 所以朱游孝做了皇帝之后啊, 就是一个重新克氏, 另一个就重新魏忠贤, 这个时候他给魏忠贤, 原来他不叫李靖忠吗, 天启皇帝赐, 说你姓李原来魏, 要魏忠贤, 是天启皇帝给他赐名, 魏忠贤, 但是魏忠贤呢, 是既不住又不贤, 魏忠贤和克氏两个人, 是行瀉一气, 狼狈未接, 克氏是阴而狠, 魏忠贤是阴而独, 这两个人关系格外密切, 密切到什么程度, 有了书记载说他们俩, 皆为夫妇, 这魏忠贤的势力, 既有天启皇帝的支持, 又有如宝克氏的维护, 就愈发嚣张, 魏忠贤就结伙, 形成了一个集团, 所谓吴虎, 是指朝中给魏忠贤出谋划策的五位文官, 鼓标, 是指继魏忠贤屠杀一己的五位文官, 狮狗, 是指充当魏忠贤门下走狗的十位官员, 狮孩儿, 是指拜魏忠贤为干爹的十位官员, 四十岁, 是指拜魏忠贤为干爹的官员之子, 温官武将, 刚儿干孙, 就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 就是宦官势力, 显然魏忠贤掌握了一个太监集团, 这股势力确实不得小觑, 但是光由魏忠贤阉党势力, 克服势力还成不了大器, 因为他们毕竟只是在后宫和内宫, 他们要想将触角伸向朝政的方方面面, 他们还需要跟外朝结合, 这样他们才能够呼风唤人为所欲为, 可是朝臣中哪些人会不爱惜自己的名声, 去依附宦官势力? 以三股势力, 兼命朝臣。 明朝朝臣里面有政, 有邪, 魏忠贤就勾结拉拢那些奸臣, 比如说魏广威, 近世出身, 官坐在南京礼部市了, 官不算太大, 这个人会担任, 他说他和魏忠贤是同姓, 同姓魏啊, 又同乡, 按照和魏忠贤联系, 经常跟魏忠贤写信, 信里头有四个字, 最无耻, 叫做什么呢? 叫做内阁家暴, 就是他是内阁大学士跟魏忠贤报告事情, 内阁家暴, 因为他们都姓魏, 依此来偷靠魏忠贤, 朝廷里的那些集谋自己私利的个人和集团, 纷纷找自己的靠山, 找魏忠贤, 这些人后来清查的时候, 有个名单, 大学士尚书侍郎, 巡夫总兵等等, 一共是二百一十亿人, 还有一些大的太监跟魏忠贤的家属五十多人, 一共是二百六十亿人, 这些人掌控当时各个方面的实际权力, 形成了一个殿党集团。 天启朝只有短短的七年, 想不到神圣的朝堂之上, 竟是宦官专权, 坚硬小人党道, 朝政竟是这样的糟糕, 令人不堪回首。 那么,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一段特殊的历史? 这一段历史中, 是不是一丝亮色都没有? 严重年先生又是如何看待他? 我先引一段明史史宗本纪的论约, 明自世宗而后, 刚纪日以灵移, 神宗不外立, 神宗末年, 废坏极, 随有刚明英武之君, 以南赴阵, 再重以地址雍诺, 赴四切饼, 滥赏阴行, 忠良惨祸, 一兆离心, 随遇不亡, 何可得干? 就是说, 明朝从明世宗家境以来, 逐渐悬落, 到了明深宗万灭以后, 废坏到顶点, 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有英明之君, 也难以赴阵, 况且, 这个天气皇帝, 有昏庸, 有懦弱, 宦官, 克室, 盗窃权力, 赏, 烂, 罚, 也烂, 杀害忠良, 万民于心离得了, 虽然想着不亡的大明王朝, 也是不可得了, 这是明史, 喜宗本纪, 对天气朝里的评价, 我们今天怎么看, 我说, 明朝天气总共七年, 这七年, 面临着内忧和外货, 先说内忧, 我说这个内忧, 是山海关一内的, 社会矛盾, 激化, 特别表现在, 四川, 云南, 山东等地的, 民变, 举一个例子, 四川的重庆, 一度被民变占领, 这就预示着, 全国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风暴, 即将来临, 这是一个历史的信号, 再说, 外坏, 我说这个外, 是指山海关一外, 民族矛盾计划, 满洲兴起, 天气七年之间, 第一, 失掉了辽阳沈阳, 第二, 失掉了广宁益州, 辽和异宗的大片土地, 完全沦落后继, 所以明朝的天气七年, 是内忧外患, 社会矛盾激化, 民族矛盾激化, 大明王朝, 日益走向灭亡, 但是啊, 天气朝还有没有历史上可以记载的事情, 我想至少有两件事情, 要特别加以记载, 第一, 就取得宁远, 宁谨, 大姐, 从有辽氏一来, 我们讲过了, 一氏福顺, 二氏青河, 三氏开园, 四氏洁里, 五氏辽阳, 六氏沈阳, 七氏广宁, 八氏一州, 中间还有一个三氏大白, 但是宁远大姐, 宁谨大姐, 在天气朝, 天气朝主要这两场战争, 是由袁冲焕亲自指挥, 军民共同努力, 取得了胜利,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第二, 兴建紫禁城三大殿, 北京的皇宫是明永乐十八年建成, 过了一百天, 雷火把三大殿化为一片灰烬, 到明正统五年, 就是1440年, 正统皇帝重建三大殿完成, 到嘉靖三十二年, 就1557年, 三大殿第二次遭到负毁, 嘉靖四十一年, 1562年, 又重建三大殿, 这个时候三大殿改名了, 原来名字叫奉天殿, 华盖殿, 锦身殿, 嘉靖改名字, 叫做黄积殿, 中积殿, 建积殿, 想改了名字, 避免火灾, 事实上就是这样, 到了万历二十五年, 就是1597年, 皇宫三大殿第三次被火峰毁, 到天启七年, 就是1627年, 把三大殿第四次修复, 这是一件大事情啊, 因为冲真朝各方面动乱, 财政极度的拮据, 不可能重修三大殿, 如果三大殿嘉靖朝没有重修, 清军入关, 皇宫是个什么局面, 张氏难以想象的一番景象, 为什么我今天要讲宦官专权呢, 因为他和袁冲焕, 打了圣仗, 又愤然辞职还乡, 有因果关系, 下一讲, 我就要讲, 奸臣杰告, 袁冲焕, 婴儿愤然辞职, 回到故乡, 谢谢大家。 就在大明王朝在辽东旅战礼拜, 如尔哈赤的八旗军即将兵临山海关城下的时候, 袁冲焕却力挽奉了, 拽领明军接连取得了宁远宁景两次大战的胜利, 如此辉煌战国, 也让袁冲焕几乎达到了人生的祖风, 但恰恰就在此时, 本该得到朝族嘉奖的袁冲焕, 却被迫奋然辞去了一切职业, 是什么让这个变故来得如此忽然, 大明江山的命运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北京满学会会长袁冲严, 为您再见, 明王清兴六十年之, 奋然辞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消联 FP啊,